江珍宇宣布退出创造营2020 谁留意最后一句话 有点心疼 江珍宇是因为参加创造营2020被大家关注 在舞台上带来了五毒 潇洒小姐和时候每一次都表现非常好 但是因为身体原因 江珍宇就暂停节目录制 在三公舞台上就没有看到她 在江珍宇宣布退赛的微博中 谁留意最后一句话 说的是要是有人问我放弃了吗 我会说没有 通过这一句话让人有闲心疼她 因为江珍宇即使身体原因 不能去完成自己梦想 但是她不会放弃 未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路 要是江珍宇因为别人的原因退赛也没少 但是身体原因就很难受 毕竟她暂时不能跳舞 等到恢复环步知道啥时候 之所以江珍宇一上来没有宣布退赛 就能看出她还是想要在舞台上发光 但事实却不可以 不过江珍宇也不要难受 通过前几次的舞台表演 粉丝都知道她是有能力 并且留下了深刻印象